之後呢放上靈光 哦靈光這個造型超漂亮的各位 18元石值得超讚 這個造型像到爆炸 哇看看這個身材 哈哈哈哈真棒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士部 薩克不動腦系列哦 那今天呢是第一天日替哦 第一天呢就來雙洞廢墟了 不過沒有關係啦 上黃金大隊就不需要動腦袋啊 對打日替幹嘛要動腦袋呢 好啦那我們這一次的打法呢 連同這個挑戰路的這個位置 一起解哦 就讓我們直接進到我們隊伍解析的部分吧 OK那以上呢是我使用的隊伍 那我這邊莎莎是專3哦 對你是專3莎莎才可以這樣用哦 那如果你不是專3莎莎的話嘛 對不對 嗯重裝戰友在多帶一個個 因為可能後面那個紅刀哥哦 對那個 雪怪小隊的紅刀哥 你可能會 需要備用的幹員去卡他 那這邊使用就是小羊專3 然後還有我們的炎爆 呃對 基本上就不太需要動腦袋了 好開始吧 哦拍個封面拍個封面 好開場呢 淘金娘放下來 淘金娘放下來 之後呢 很強費用 放上德狗 放上德狗 放上德狗字 啊你JV18還沒有打過的哦 趕快看薩克的JV18影片哦 對 OK我用 非常高隆錯率的陣容 來幫大家通關哦 對就是召喚系幹員 非常非常好用啊 超多炮灰啊 你甚至連那個服飾的那個奴劍哦 都不用算了 嘿 就是丟下來就對了 好放上小火龍 之後呢放上靈光哦 靈光這個造型超漂亮的各位 18原始值得超讚 這個造型像到爆炸 哇 看看這個身材 哈哈哈哈 真棒啊 超棒啊各位 好OK 這邊運一下 好 咻咻 暈完之後呢 放上曬嗎 OK 那接下來這邊搶費用 好 好 之後撤退掉我們的桃之戒哦 放上我們的拉狗 再放上我們的白咕咕 白咕咕主要是來當充電器用的哦 OK 讓我們的火山 可以回轉得更快一點點 OK 那這邊完全不用擔心啦 對 這邊 就交給小火龍 加上小羊來燒這樣就可以了 他這敵人的物理防禦很高 但是法術方式很低哦 對 所以就 燒 燒死他 燒爛 欸 直接燒爛掉 OK 比較要注意的地方是那個 雪怪小隊的法師哦 會冰凍你的幹員哦 那個比較麻煩一點點 對 然後其實 其實除此之外呢 其他都不用 對 都不用怕哦 對 慢慢燒就對了 好 這邊小火龍被打兩下 對 那這邊請你馬上開腦飛太爾 幫小火龍補血 因為其實小火龍在這一關的輸出哦 是比小羊再更重要一點點 對 小火龍不能被打死 小火龍被打死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就開一個了 這個技能 欸 欸 不要讓他殺掉你的小火龍哦 好 那這邊呢 哦 不用擔心哦 對 敵人完全沒有強化過哦 所以隨便燒一下就不見了哦 對 被暈了也沒差 好 這邊開火山 對 不要讓這個人過來 對 不要讓法師打到小羊 因為 小羊再送到一發 就直接變冰塊了 對 不要讓他這樣做 OK 好啦 那基本上這關就沒有任何難度啦 等於就放著就 就會過了 後面呢 最後我們再空降一個無敵沙沙哦 對 去跟那個 冰刀哥單挑 空降無敵沙沙 好 OK 哦 砍兩刀 哦 好痛好痛好痛哦 直接開 直接開 直接開技能 有沒有各位 哇 不會死 有沒有 我的橘條才是我的血量 對 OK 啊 啊 失敗了 失敗沒有關係 他只剩一點點血 可以讓他過來吧 OK 來吧 冰刀哥 啊 送你火山 拜拜 好啦 OK 有沒有 各位 有沒有 非常不動大腦啊 對 持續要按按鈕就好了 對 就是練度高的好處啊 忘記大隊的好處啊 好啦 以上呢 就是第一天的雙洞廢墟 低寶八分的打法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